在吃的法则里,风味重于一切,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,怀着对食物的理解,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。 早饭过后,配菜区有着忙碌的身影,梦翔宇是今天的值班主厨,身为黑洞江人,从小就对锅包肉勤努补补衷,曾经参与经营一家小餐馆,由于年龄尚小,经验不足,精力分散, 始终未能掌握烹饪这道菜的精髓。 入午后,来到炊事班,潜心学习钻研做菜技巧,对锅包肉这道菜下了很大的功夫。 将猪里挤肉,切片腌制入味,裹上炸浆。 战友们从事油料工作特别的辛苦,注定买不到我们这样的店子,所以我就从家里邮寄过来,想让战友们品尝一下我家乡的味道。 游温六成正时,传给食材,让行为为释放出来。 现在,看似简单的操纵,却蕴藏着梦想语的秘密。 待表面金黄石捞出控油,继续复杂一次。 在下锅拌炒,勾芡集成。 橙菜色则金黄,口味酸甜。 锅包肉中,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,能补充关冰岸训练水的体能消耗。 梦想语总结前期烹饪的经验教训,经过不断改良,终于将这道酸甜酥脆,色香味至全的传统银材。 打造成了单位的特色菜肴,官兵们对这道菜给予了很高评价,常常是功不应求。 所有的一切,足以令人忘记训练所带来的疲惫。 锅包肉破仅仅是一道传统名才,更多的是连接家乡记忆的纽带。 那种味道,会随着环境的改变,慢慢地掩藏在身体里。 但无论身处何地,总有一种味道,以其独有的方式,触碰他们心底固守的乡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